今天就是講 因為我和Tiger 昨天就在美國 我們就參加了一個在聖地亞哥舉辦的 社交媒體市場的一個公開 它有不同的通過程 有兩日至三日 中間的流程是會有Keylux Keylux就是一千人在會場一起聽 聽一些主講的東西 另外其他時段是分批的 分六個項目 通常一個時段有六個項目 就是你可以選擇去哪一間房聽 所以其實在三日 其實是非常多的講話 你是要選擇一些項目來聽 所以我們都聽不完 我們都是選擇一些我們喜歡合聽的去聽 所以今天就開始之前 或者我們先看看這段影片 因為其實會場是不給全程錄影的 我們只是拍攝了一些會場意外周邊的花繩 我們去完之後發現有很多老闆 原來都想有新之年 都想去看看 可以給大家看看會場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先去一下影片 好 這段影片沒有聲音 現場放實 或者我關掉聲音 沒有什麼音樂 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西岸的一個旅遊區 我估計是嗎 旅遊區 旅遊區 是旅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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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那個 convention center 這裏都蠻誇張的 你猜測多少人 一千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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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才是主場區 現在畫面看到 就是其他分區的 Section 分區 那些人沒有椅子坐就坐在地上 挺輕鬆的 那它值得分享的就是 其中一個環節就是 Networking Session 它分了桌子 桌子會有不同的topic 是根據你的topic 就自己埋位去 根據那個topic自己談的 那反而我最大的得著是 就是透過跟一些外國的市場 聊天的時候 交流最多的東西 那桌子旁邊呢 就有很多booth 那些booth 當然是銷售東西 那我想這裏有很多 很出名的軟件 可能很多朋友都用過 SEM Rush Pomo.com Tiger 就跟它聊很久了 這工具挺有趣的 就教剪片 很多直播和影片的工具 那這個就是大概會場的開放 那我們或者很快說一下 我想Keylogs也挺有吸引的 我想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Keylogs 不如Tiger 你自己分享一下 你最近在幾天裡面 你聽過最重要的一些 一些take away 是什麼 好啊 聽到嗎 那我想其實 整個conferences 都說很多片片片片片片片的影片 那我們其實以為外國人會做很多片 其實看上去是他們不是獨為的 大家擔誤別向大家 其實美國也有三四億人 其實真的會做FacealonX軟件費 其實真的很好笑 始終他們特別喜歡的每個州都贄亡了 我想我來香港都做得不差的,不過有一些理念,我怕就要再更新給大家 2018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都覺得,我之前都跟一些行家說 你覺得那些影片的organic reach 低了很多,其實誠言是真的 因為他都說回Facebook video consumption,他就自己壓低了很多 低到是怎樣呢?每天是減了五千萬個小時 五千萬個小時,因為他的原意,Mark Sangerberg 就是想少一些viral videos,不想大家那麼多被騷擾 他想確保Facebook的用戶,這時間是很值得的 所以他就減低了很多的播放時間 另外一個key look,我自己覺得很大得著就是 Facebook,我想說香港很多人都覺得他會倒閉 其實美國也是,本來都覺得Facebook不行,就是玩不到的 其實Mark Sangerberg一直都在轉動一個策略 他就是強調,他們不是強調content,是想聯繫的人 就不是很多內容,很多資訊,那個已經是YouTube做的 Facebook就是希望我們很人性的方法去聯繫到那些人 所以他最印象我,很想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比少數人更多,比少數人更多 這個我想整個key look,整個conference都會得到最多 就是如何透過影片裏面可以做更多的聯繫 這個我覺得是很棒的得著 剛剛我找到一幅圖的,其實Facebook的revenue 其實是持續上升的,這幾年中 反而他錢,你不要看他,大家以為他好像 很多人說他的active users 比較少 但其實這幾年的revenue還是增長得很厲害 這是大家需要知道的事情 我反而講一下,其實開頭就是 就是Michael 和那個主辦人 Social Media Marketing World的創辦人 Michael 那個key look 還有另外有一個,很多人都聽過 叫Mary Smith 有些人叫他做Facebook女王 他不是在Facebook裏做的 他們兩個的key look 其實說的話都很接近 我的大方向越言 其實他們說回整個Facebook的發展史 就是怎樣做Facebook 一開始他很鼓勵大家做Facebook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 然後很多傳媒就進去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一個閃電符號的 就是閃電符號 閃電符號 很多傳媒就把一些文章 放進去Facebook裏 其實最終現在傳媒是最慘的 因為傳媒大家怎樣賺錢 例如星洲日報、蘋果日報 他們有一個網站裡面會塞廣告 但是當你的文章塞進去Facebook裏 Facebook就有導他們放了一些文章進去 那些人就自己在Facebook Incent article 裡面看完文章 就不進去網站 變成他們自己的網站裡面的廣告 就賺少了錢 之後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是 Facebook 他們有很多數據看到 連結的帖子 即是連結的帖子 即是但凡你離開Facebook的帖子 那些reads會越來越低 所以大方向而言 其實Facebook 即是他們怎樣 我會形容他們是解剖學 我會形容這班是解剖學專家 他就解構 Mark 在帖子發表的時候 就慢慢了解到 其實他在想什麼呢 就是 第一 他不想 大方向而言 他不想用戶離開平台 在玩Facebook的時候 所以 其中一個很注重的數據 就是retention rate 你要retention 就是停留Facebook的時間 從他這個思想出發 衍生到什麼Marketing 他們會了解到有好處 他們會這樣理解 就是一些 例如Live 為什麼Live他們會喜歡呢 是因為 大家現在可能有些朋友 已經停留在這裡看幾分鐘 這些東西他們會很喜歡 第二樣東西 再衍生出來的 就是一些叫Story的東西 Story 如果大家有玩過都知道 Story會只停留在 Story裡24小時而已 所以你不保持著看 你就可能會失去內容 所以基於這個機制 是可以令到用戶 保持著回來 拉長一點的停留時間 所以Facebook就很喜歡 另外就是影片 影片就是 Facebook搞了一個 Facebook Watch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研究過 手機裡面有多了一個 叫Watch 其實他慢慢想搞的東西 就是未來他們在研究 就是搞Facebook的TV 就是電視 走回到電視上 就嘗試 他們現在還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方向 我相信 就是想走回到電視上 大家的影片 是有機會在未來 會在電視上播放到的 這些東西就是他們想在研究的東西 另外最後一件事 其實他們都知道有Pivacy的關鍵 就是私隱問題 所以他們另外就是發展一些Pivacy的 即一些他們值得研究的東西 另外就是Messenger 一些Pivacy的工具 另外就是Facebook Group 就是Group 因為這些東西 這些全部的工具 這些方向的東西 全部都是令到平台 更多人的engagement 更多人互動 所以這些工具 他們最終會發展到的東西 所以你問現在 有很多人的策略就是 未必各個行家 未必各個行業適用 教育行業最適用的就是 會搞個Facebook Group 就多了個頻道去提升engagement 好,那說回影片 那影片和直播 其實是他們整個題目裡面 最主打的 最主打建議去做的題目 其實我想我聽了六個七個 都是說Facebook Live 做Live 片的一些workshop 就是說 其實技巧也有的 都有些方法 但我想大部分都是心態 例如也挺有趣的 有幾個speaker都做了一些分析 我自己之前都試過做 連續做了兩個星期的Facebook Live 接著又轉了Youtube Live 去做測試 也挺有趣的 他的speaker都很受歡迎 做了一個Facebook Live 他看回人平均的 audience retention 留在看Live的人 只有11秒 而Youtube有4分36秒 即是說 時間差很遠 同一條片來的 同一條片來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分別呢 就是 之前我都自己沉添了一陣子 其實是兩班不同的人 玩Facebook 以及看Youtube的人 也就像剛才提及的Keylook所說 Facebook他們是想要聯絡的 譬如我們正在發揮 沒有人聽的 人們就會離開 反過來Youtube 就是 人們就刻意去拿一些想要的資訊 所以他們會內心一點 時間會停得久一點 這有關鍵 代表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不能夠一條片 應付這麼多平台 可能我們的策略 要針對我們做Facebook Live 就精簡一點 再做重點快一點 就快一點 第二就是 Youtube 就可能是內容性 Youtube一定是內容性 Facebook就聯絡 所以這個是 自己覺得 在影片裡面 都幾大影響 對 對 因為Youtube其實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搜尋平台 對 所以Youtube就是你有一個 intention去搜尋 所以第二就是 Youtube應該這麼說 你有 intention去搜尋 之餘 你有 intention去開著聲音去聽 這個平台的行為是最不一樣的 因為Facebook是 你 Deford 我想大部分九成的人 Deford是不會開著聲音 玩Facebook Facebook的影片會自己播 但它自己播是無聲的播的 是不是 還有第二就是 這個原因為什麼 Live的停留時間會低 第一就是 它很大機會就是 在街上 第一你不想浪費資料 但Youtube不是 Youtube反過來 然後其實Youtube很多時候 你進去找東西 或者去看片 但是比較多的人 會在Deford上發生的 看Youtube的話 另外就是 Facebook是一個 任何資訊的平台 就是新聞 其實嚴格來說 Facebook最多的是新聞平台 就是突然之間 例如地鐵炒車 一炒你所有人的注意力 就去了炒車 你FacebookLive 你多有價值都沒有意思 因為那裡是一個資訊爆炸的地方 但Youtube就不是 Youtube某程度是 你進去Youtube 你不可以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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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娛樂的平台 就是你看片 看人打機 聽歌 所以那個注意力 我想最大的分別 不是技術上的問題 而是個人的注意力的問題 兩大的平台 你不可以搜尋 你不可以搜尋 另外你不是說 我們看到一個很出名的做影片 叫做Sat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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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呢 Sat King 可能彈了相片 什麼都好 其實Sat King就是那個鬼仔 鬼魯 很中文的樣子 就是你覺得他做魔術 就是你覺得他做魔術 就是突然間在螢幕裡 拿一條金魚出來 或者是跳進車裡面 那個 其實那些不是剪輯 那些不是魔術 而是剪輯 其實他說的主題就是 怎樣令到你的影片 令到你的影片很爆 其實我自己最深刻的是 當然有很多 都有些提示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說 要做原創 基本上是不可能 因為所有事情都在做 問題就是 我們剛剛拍片 就算是上課都說 我們不是科學家 我們不能夠去 遊舞 然後研究一些 新的東西出來 問題就是 我們怎樣去模仿 和去改身邊 看到的東西 令到慢慢 會變成自己的風格 那這個 Sat King 都很強調 就是說 當現在沒有很多人拍片 或者接下來 越來越多人拍片 那糟了 你全部都是白色牆 前面都是說了幾句話 那些人就會覺得你很悶 就是抄 大家會驗倦了一個圖 所以就算有一個規則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加回我們的創意 或者加回我們的自己的角色 令到事情是屬於我們 而不是死根就算了 這個也挺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有時候 香港人 我們很容易 就是想 你告訴我 我照做 放上網 然後就希望有收穫 其實不行的 就算每一門生意 就算你都是做美容 你都是做教育 其實每一個行業 每一個你自己都有你的強項 弱項 我覺得你要怎樣個人化 你的品牌 你怎樣個人化 你的品牌 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就是 永遠都教不了 沒有一個說明書 而是 我想今次聽很多講師說 就算大家都說Facebook Live 其實大家說的話 都有點不同 那就是說 有些人就會一早Live 就是 說Hello 逐個人的名字叫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就說 不是 一開始就要去 看重播的人 說Hello 大家在看YouTube的重播 大家好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這樣 有些人會這樣 有些人會這樣 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的風格 他們都有他的 target audience 他們的受眾 有些人可能focus 重播多些 有些人可能focus 做Live多些 變成你不可以一條 一個方法就用到腦袋 而是你要看回你的需要 去做你的影片 我覺得我是挺大的得著 明白 好 那我講一下 聽完之後 我自己會做些什麼 其實呢 他們有幾個人 其實這班 講一下背景 其實這班 Marketer 和 其實不是我的type Marketer 其實Marketing 都有分Type 其實之前我們去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Kick Funnel Kick Funnel 就是很賺錢的那班人 嚴格來說 他們就是 direct response marketer 的極致 今次這一班 其實不是 大部分都不是 我們不會定義 他們是 direct response marketer 他們是做 就是mass marketing branding 即是他們會研究 organic reach 我不研究 即是我們呢 就是研究出廣告 拿回報 其實是有些少少兩 type 我們是會扔錢 拿廣告 為什麼呢 因為算到回報 有回報 我們就會扔多些 我們是這班 所以我們會研究多些 用廣告的東西 我們聽這次 特地都聽一下 不同人說話 這班會研究 organic多些 那麼 他也另外 有個想法 就是 其實第一 雖然organic reach 低 但這件事也是免費 就是免費 我會理解的就是 雖然 就是 麥當勞 保持著 每年加價 但他仍然是最便宜的快餐 所以我反而會想 雖然organic reach 低 但怎樣用盡他 我就是在想一件事 所以第一 就是 會研究多些故事 故事呢 其實是一個 我自己呢 我不知道大家 這陣子 我們在會議期間 我出了很多故事 就是 一兩個小時 出了一個 你會發現 他沒有數據 顯示我 沒有數據 顯示 那個 reach 多少人 其實 但是呢 很多朋友 告訴我 我們 OMP 就是OMP 那個故事 都一直出著 所以 反過來看 就是 Facebook Page的 Story 是小人玩 就是 我再說一次 Facebook Page的Story 小人玩 所以你現在邏輯上 的 reach 是會高的 所以現在 既然小人做 沒有人做的時候 你可以去做 甚至乎Story的廣告 都小人做 現在 只是做Story Format Default 它就出了 其實Story Story Ad 有落廣告的人 應該知道我說什麼 Story可以放Ad 在Instagram那邊 所以呢 不妨花點時間去研究一下 怎樣 利用Story 第二 就是 它有個 concept 就叫做 re-purpose 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很辛苦 寫一篇 content 然後 寫完出來 放在Facebook Page上 分享完之後 就會沉底 因為Facebook Page有個 不好處 就是你保持著 更新的東西 一些帖子就會不停沉底 所以 organic reach 5% 用完就沒有了 所以我最近都在找 剛剛今早 找了一個工具 就是怎樣 將一些 content 都停地 寫上 它可以定時定後 例如 我很辛苦 用了兩個星期 寫一篇 content 出完街之後 它會自動在 下個月的 星期一 下個月的一號 可能再出 下個月的二號 所以這些工具 就幫你 玩盡 那個organic reach 所以你看到 有些公司 為什麼它可以 出post 這麼密 一天內出四個 其實是 有些工具 不停地自己 自行 不停地把舊的post 不停地 recycle 不停地再出 玩盡 這些事情 就是會試的 包括Live 其實Live完之後 你是可以 再將Live 變成一條影片 再轉了一個 topic 再出第二個post 那你上面放連結的話 你又可以不停地 用盡的organic 去引返一些traffic 進入你的網站 這個就是我接下來 會試的一個新的策略 那儘管看看 成效是怎樣 就是這樣 Tiger 有沒有最後什麼補充? 補充 也挺有趣的 講開Facebook story 也有報告 很好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下廣告 不是廣告 下廣告的 下廣告的群組 也有人試過 現在我看到這些人下廣告 就開始下廣告 其實在群組裡面 可以加廣告 如果我是二手買賣的群組 其實會在我的SORRY裡彈出來 那就有一點是挺有趣的 可以彈一些他想賣的東西出來 或者一些廣告 但我覺得接下來如果大家這樣做 都會泛濫 現在都算是接受的 這可能是一個Facebook要注意的地方 亦都是大家可以利用住的地方 這也挺有趣的 因為我之前 無論飛機、搭車和阿錫都說 雖然現在SORRY沒有管制 但是有些人是不想看的 因為可能他一出個SORRY 一按 有三十個SORRY 因為我們的慣性是怎樣按 去看下廣告的 按幾十下 你會生氣 這個人是搞錯的 阻礙了沙海時間 要按很多次 所以這個都要小心 雖然他沒有限制你 但是你不要令人討厭你 這個就是要拿一個平衡 所以說香港SORRY還可以玩 這個時刻 例如我接下來有什麼想做 我們接下來都會整合一些 之前我們都會分享痛點短片 其實這是其中一種的方法 其實還有很多類型 我們可以做 無論是內容、資訊、娛樂 其實都可以做不同的方法 你記住我剛才所說的 這些方法是一個骨幹 讓你開始了 當你自己應付到 可以再個人化你這些程序 讓你做事情很精彩 這個也是 很有趣的 其中一個講師說 通常做Facebook Live 有三個挑戰 第一個就是 Gear of Live 你做Live要用什麼器材 其實不難 第二個就是 你做Live很恐懼 怕自己不英俊 最後一個就是 恐懼有什麼內容 以及如何做市場 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 都會有恐懼 所以之前所說 我們上課 有20個人上課 只有10% 2-3% 會做到 這個就是大家去克服這件事 他們也強調了一件事 可能都是自然的一派 就是 他們覺得 你做Live 就算是零 的人看 不要緊 是一個修行 是一個鍛鍊的 被人知道 你還沒死 還存在 其實無論是好 希望 我們會堅持去做 就是 會越來越 慢慢就會多人看 大家都相信這件事 是 其實做Live 對很多做開大市場的人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包袱 例如 你問一些廣告業的人 他們不會接受我現在的背景 拿來做Live 不要看 樣子沒有剃鬍 他會有很多事情想 想太多 打燈 打燈不要看 那你所有這些關鍵 堆疊著 就會令到你不會去做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們聽了很多部份 教做Live的那些 其實不是講技術的 是講 其實不停的 其實是講Motivation 就是Motivate你去做 因為Live 幾有趣的就是 題外話就是 幾個星期前 Facebook現在很進取 你下幾千元廣告 他都會打你 我想很多朋友 Facebook會主動聯絡你的 其中有一次打我來 他就說他見到 亞洲來講 台灣那邊 或者東南亞那邊 其實搞Live賣東西的人 是很多的 多到有點氾濫 但香港是相對比較少的 他這樣說 他們的數據 通常有做Live 有做Live 沒有做Live 平均是會多 十幾至二十百分的收入 但當然我覺得前提是 你Live賣東西 是很講你的口才 現在有很多人直接直播賣東西 是 是 賣鞋 賣鞋 鞋佬 當然很看你的東西 但他說 有做Live 那班人 那個回報大概會高 收入會高十二十百分 但通常不做 不做的 無論是organic reach 無論是技術面 我經常都強調 不是技術面那一下的問題 而是 你Live 那個人是很真實的 我就是 我就是沒有化妝 我就是 背景就是這樣 以及我就是 即時拿著鞋子 在鏡頭前面 展示了這件事 真實 是沒有Photoshop過的 反而被人覺得很落地 很真實 所以回應回到 那天 我們最後的Keynotes 最後的Keynotes 他的主題就是Be Human 他就是 其實這件事跟我們 經常說 Mark 就是 Empathy 就是現在傳統做品牌的方式 已經越來越難做 因為傳統品牌是 是燒錢 以前是扔一百萬 放過TVB廣告 因為那時候 大家沒什麼做 幾十年前 大家沒什麼做 吃完飯 就是圍著電視看肥仔 所以那時候放過廣告 基本上你已經搞定了 因為大家的注意力 是看著電視 但現在的注意力 不要說什麼 連電視都少人看 注意力太分散 平台太多 廣告太多 第二就是 現在 除了資訊爆發之外 還有現在人 是沒有忠誠 很難對一個品牌有忠誠度 你保持著品牌曝光 不代表 我要相信你的品牌 現在消費者都聰明了 你曝光多 我只是覺得 你是一間有錢的公司 現在我們經常說 靠副鋼 你爸爸 你的家底有錢做廣告 就不代表 你是一間可信的公司 所以現在消費者就聰明了 所以品牌的忠誠度 用傳統的方法是很難建立的 所以現在他們建議 他經常提醒 最後的重點就是 去到最後是要 Be Human 即是要落地了 我們講了很久了 就是 Empathy 不要只想自己的產品有什麼特點 而是想 而是你那件事怎麼解決到 真是幫助到消費者 其實我都講到很沈氣的就是 不停建議大家做Content Marketing 要先付出 即是給價值 要聯繫 即是Live 是其中一種形式 就是你在Live 給價值的人 聯繫我 令人認同你 這個就是他最後一個總結的一個 一個現在的時代就是 沒有注意力 沒有忠誠度情況下的 Marketing 唯一一條出路 就是落地做Human 這個就是他 即是高大上的事情 以前我們經常說 高大上找明星 大預算和鋪天蓋地的玩法 已經越來越難活動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好啦 那我們 有個朋友說 Live 表現到專業性 我想特別服務類 Live 我想不一定是賣產品 而是服務業 即是中小企是用個人品牌的 是用個人品牌的 我想會比較適合 他也有提過 個人 我覺得是兩樣東西 對一些大品牌來說 是不可能做個人品牌的 我覺得 但倒轉來說 如果一間公司 可以想的就是 怎樣做一個 brand的personality 即 personal brand 和brand personality 是兩樣東西 我就是用個人品牌 但有些大品牌 即是LV 沒有可能用個人品牌 但他的意思就是 如何有個人品牌 你留意一下 現在的大運動品牌 例如最近 是否likey有說過 是likey 我沒有記錯 即是他拿了一個 又好又正見的運動員 那個運動員是被聯盟 禁止了 即是那個是玩美式足球的 即是他夠膽拿一個被聯盟 禁止了 不讓他出賽的一個球員 來做一個品牌形象 其實現在這種 即是他現在是stand for 的一件事 即是just do it 所以就算這些國際級品牌 他都嘗試另一個品牌有個性 去拉攏一班人 因為現在最忌諱的是什麼呢 做品牌 就是5354 即他們現在有句說話 love or hate no money in the middle 所以令一個品牌有個性 有人性 就是一些大品牌 即是一個大方向要做的事情 我補充兩句 去做Facebook Live這件事 那 Ending的Kinnok Speaker 都說了很多話 其中一個就是 Marketing不是說你的故事 是說你的客戶的故事 即是 意思是 即我們以前做Marketing 就很陶醉 我是Like很厲害 我的鞋子很漂亮 大家應該覺得口醜 即是沉 其實這人是在乎 例如我用了Like 如何跑快些 我怎樣用了這個品牌 是會卓越些 其實in conclusion 就是說 令到你的客人成為英雄 我自己在想 Facebook Live 其實怎樣做 就是 其實我推薦過一些 譬如會計師 律師 做Facebook Live 我明白工會上 有些限制 怕說錯話 但我經常都說 你今天做Live 不是做給你行家看 等於我是拍片的 糟糕 行家用大機拍的 我教大家用手機拍 那我就死了 問題就是 很多人連拍片都要拍過 我教你用一部大機拍 我真的叫你去死 反過來 原來你有手機 你也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影片 我正在幫助大家 去成功做到一些有用的影片 這個你們就會成為英雄 或者你們真的有得著 所以這個方向是對的 反過來 例如回計師 你說一些很簡單的報稅守則 我會覺得 嘩 行家見到我說這些話 就笑我 這麼簡單都說 其實很多人可能連 填補稅表都不太懂 變成了 其實我們的角度 不是在想 我自己有多厲害 而是在想 我怎樣幫到 我的target audience 成功 我自己都覺得 未來會再沉澱多些 無論是做班 Online course 其實不是很多 是否要教Premiere Final Cut Pro 當然有些人是想學的 但大部份 我連剪片都沒有剪過 教大家拿飛機的軟件 就很麻煩了 但反過來 用一些很簡單的軟件 都可以有滿足感 可以做到一些旅行短片 可能這個就是 你說問我 我們可能會做 就是跟這個方向去 做多一些大家 可以成為英雄的產品 是 最後的表演是很深刻的 她說了一個點 我不知道她的數據怎麼來的 但最深刻的範疇 她說 三分二的顧客 是 without you 簡單來說 她說 customer is marketer 她說 未來市場只有一種 就是 口意相傳 最終 因為廣告始終是單向我強調多厲害 但最終極的marketing 其實最終人最願意買東西 是聽些什麼的呢 就是聽朋友說 不是聽你的廣告說 所以referral 所以每一個客戶本身就是一個marketer 她是在宣傳你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出發 就是由客戶 客戶是廣告的英雄 而不是強調自己的產品 所以 這個是很值得大家去 去深思去出發一下 就是想一下之後 怎樣做marketing的一個角度 很多時候 我們大部分做marketing 我都是想自己的 就是想自己的產品 然後將這個產品告訴你 你有一個利益 但很少可會用她 很少可會反過來 用客戶的角度出發 將客戶數做成英雄 但我看到現在的運動品牌 就是在開始做這件事 大家留意一下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 我自己覺得這個活動 特別是 就是創業、中小企老闆 以及特別是做一些品牌的 brand manager 其實都很值得去參考 而且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 有一個時段 可以坐在這裏 跟世界各地的marketer 去交流 其實這個是 對我來說 是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好嗎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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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